那个人你会管得回家 我们做的第一个调查是 春游家族五位成员 这个20岁的人 为你们进行了一个颜值的投票 你们猜颜值投票的排序是什么 情况要猜准吗 五个人这好难 雨剑你也帮我们排排 听懂 我没有参加 哎五个 你当然要参加 你来录节目你怎么不参加 我来 长盛 领解 周深 我杨帝 我以为朗朗哥会谦虚一点 到最后观众还是谦虚不下去 我要我要主要把这个题答对 你想答对你就在我后面 哎 朗朗哥答错 啊不对 周深 领解 晨晨 晨晨 然后 朗哥 我杨帝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吧你们就排 你们就排前四位就行了 只对了一个 只对了一个啊 对 就是杨帝是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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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林姐 我 杨帝 你 有可能 朗朗 周深 长盛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也不至于反着来 反着来 这是蓝选不对 完全不对 完全不对 我杨帝姐 朗朗老师 然后 然后周深老师 我看你把我排第几 然后 然后 就因为我在上一个综艺 你说了你几句坏话 哈哈 这个综艺里面帮我 啊这么回事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是 程程同学跟 杨帝老师 对吗 答错了 只对了一个 啊 我杨帝 我杨帝 程程同学跟 杨帝老师 只对了一个 一个是一定是 我是最后 范晨晨 周深 贾莲姐 朗朗哥我 范晨晨 周深 贾莲姐 朗朗哥我 对了 答对了 啊 我败女 周深 我居然 我肯定是个女人 哈哈哈哈 大家都说周深是一只小猫咪 可是我已经尽力把周深跟你拉成双胞胎了 哈哈哈哈 周深还是追不上我的这个丑陋 哈哈哈哈 小女的头人